一个成功的乐器往往可以代表一个音乐人的音色 比如Fender代表了Jimmy Hendrix的声音 Gibson代表了Slash的声音 Poderra代表了Victor Walton的声音 如果你没听过这牌子 没关系 毕竟这是个做Bass的品牌 正常人不知道Bass天经地义 而更为成功的乐器往往可以代表一整个曲风的音色 比如808古机代表了Trap曲风 909古机代表了Techno曲风 从这个角度看 世界上存在一个最成功的乐器 它目前已经代表了几十种曲风 并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 但这个最成功的乐器在很多年前被所有人认为是个纯垃圾 Hello 大家好 我是Fight Guy 欢迎来到HiM Records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303 303全程是Roland TB303 日本著名乐器厂商Roland设计并生产 它的设计初衷是让1980年代的日本吉他手们 有一个自动的Bass演奏 从而实现艺人乐队 对 那年代Bass手就没人权了 Roland甚至觉得Bass可以被一台机器取代 最终Roland成功做出了TB303这台设备 1982年303正式开售 宣传语号称 因此能与Finder媲美还能自动化演奏的Bass机器 日本吉他手们兴致冲冲买回家 这是他们期待的FinderBass的声音 这是303发出来的声音 日本吉他手们全蒙了 你管这就丢乱叫的声叫Bass 他的频率都快比我极特高了 人肉被子都不敢这么想碰到 毫无意外303销量惨淡 Roland总共只生产了1万多台 销售一年半就迅速宣告停产 集中后一年还是疯狂打折新库存 好在打折销售带来了一些海外订单 很多欧美音乐人开始购买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就应该是303在海外 欢发新生大放异彩 完全没有 海外音乐人兴致重重买回家 发现这玩意他既然只有日文说明书 根本没英文说明书 大家都弄不明白这个机器怎么操作 发出来的声音全是默认的DU-DU乱叫 1983年苏格兰有一支叫Orange Juice的乐队 也买了台303 他们坚持不懈地乱按 终于稍微弄明白了这个机器 最终用303做出歌曲 Rip It Up 这首歌进入了英国流行榜单 303这个乐器首次登上主流榜单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就是303在欧洲 缓发新生大放异彩 完全没有 因为这个乐队第二年就宣布解散 303彻底没人用了 1985年 303在美国的二手价已经低到了50美元 基本适合收获了二价 一个芝加哥的黑人DJ小伙 发现了303 大吃一惊 竟然还有我能买得起的乐器 于是迅速收购了一台 这个小伙叫DJ Pair 买回家后 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 还是不会用 根本调不出贝斯的声音 只能丢丢乱叫 怀着买都买了的心态 DJ Pair和他的朋友 用这台313做了一首歌 名叫In Your Mind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 就应该是303 在芝加哥地区 缓发新生大放异彩 还是没有 那年代一首歌想活起来 必须得先去夜店里摆码头 好在DJ Pair 平时特别能混圈 他直接找到当时芝加哥 最有名夜店里最出名的DJ 夜店名叫Music Box 芝加店改名之前 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 介绍过的Warehouse House音乐的发源地 DJ名叫Ron Hardy 是当时芝加哥 名气最大的DJ Ron Hardy听完这首歌很喜欢 觉得这歌能放 但In Your Mind 这名态度 整得跟流行歌似的 所以他把歌名改成了 Acid Tracks 翻译过来就是酸曲 Acid也是智欢剂 LSD的俗称 据说当时Ron Hardy 已经克大了 他在当天晚上的演出里 就放了这首歌 结果观众觉得无聊 就都从舞池撤出去抽烟了 然后他放了第二遍 观众还是没反应 然后等放了第三遍 观众逐渐接受了 然后他又丧心病狂的 放了第四遍 观众终于开始疯狂了 要知道这歌全长是二分半 放四遍就快一小时了 看着Clamour唱五遍 Not Like Us 也差了这分钟 到这个阶段 303总算在芝加哥地区 获得了一些认知度 1987年 DJ Pair和他的两个朋友 Spanky Harp J 组了一个组合 Filter 他们疯狂使用那台二首303 又做出来两首歌 跟之前那首Acid Tracks凑一起 发现了一张 以303为主体的EP Acid Tracks 这张EP在芝加哥地区 小火了一把 卷美地区并没掀起什么风浪 但却意外活到了英国 1987年底 伦敦新开了一家 名叫社我们的夜店 这家店主打迷幻风格 他们引入了Future的音乐 并把这种曲风 称为Acid House 当时英国最严重的 社会治安问题是 独球流氓 一帮人看完球以后 往私立打架 对公双方经常几百上前人 酒瓶都乱飞 堪称一场小型冷冰气战争 警察那点警力根本不够用 但SUM这家夜店 主张大家以后别打架了 太上身体了 看完球就都来店里 咱们一边课LSD 一边听Acid House 这帮足球流氓 课完LSD以后 全都拉完劈死了 再也没人打架了 伦敦的社会治安 竟然奇迹般变好了 SUM也因此获得了 从民间到官方的一致好评 英国最受欢迎的举风 303这个乐器 也成了二手市场的真品 至此 发售已经快十年的 垃圾乐器303 终于在海外 环发新声 大方一财 原价50美元的二手303 很快被炒成了天价 据说最早的那批二手303 多数来自日本中年上班族 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弹吉他 当时买过这个叫303的垃圾 没想到吃灰十年之后 发现这玩意竟然能致富 也是从那以后 使用303的音乐 基本都会被定义为Acid 酸 303也被很多 中国电子音乐人称为酸零酸 今天你看到任何曲风里 带有Acid字样 除去Acid Rock Acid Jet 这些早些年就存在的曲风 但凡这种曲风 是1980年代之后的 基本就可以断定 在曲风里包含303 比如Acid Tecno 比如Acid Trance 比如Acid Trap 比如Acid Tram & Bass 总之万物皆可303 在任何一种曲风里加入303 就可以原地开装出一种新的Acid自曲风 所以让我们也来创造一种新的Acid曲风 首先制作一首懂工音乐 然后注入303 最后加入组传人生 我们就成功发明了一种 名叫Acid董工的曲风 如果我是DJ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牛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的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请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